好的,繼續回到節目現場 其實剛剛就可以聽到里長都分享了自己里內所面臨到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想要聊聊若是要劃分會有哪一些困難之處呢? 在這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VCR 關於高雄的大里劃分可能會面臨一些什麼樣子的問題 以及這個大里可能有哪些亮點其實是吸引人的呢?請看VCR 高雄左營區的福山里和蔡公里人口數位居全國冠亞軍,蟬聯多年 福山里人口數高達4萬5千多人,蔡公里則是3萬5千多人 而會導致人口這麼多的原因正是當地有吸引人的地方 福山里涵蓋左營高鐵特區以及榮總生活圈生活機能家 同時還擁有高鐵、捷運、台鐵和國道 交通非常方便 我想福山就是一來它的學校是明星學區 那再來旁邊也有這個醫院 那我想整個生活機能都非常的便捷 那包括要上高速公路 所以我想後來大家都會 是往福山里來做這個生活的一個考量之一 人口數第一名的高雄市左營區福山里 因為各種好條件吸引人口湧入成為購物熱區之一 而第二名的蔡公里也有它的亮點 其實我想蔡公跟福山大概就是有類似的這個方向 那包括早期重化後 那整個交通便捷 那包括原本孟子路是沒有開通的 那到後來也都連接串聯了起來 所以造成整個生活的品質 那生活的這個便利性 在這兩個裡有比較大的顯著的這個改變 所以許多人口 其實可能包括早期眷村的改建之後 其實也應該有很多人是往福山菜公這邊來做自產的動作 當地環境好 人口數也就跟著變多 但這也代表著當地里長們的負擔更加繁重 不過若要劃分或調整 也不是件簡單的事 需要考量多個面向 也需要相關單位來共同討論 我們是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這個里長的服務量能 那包括林長的服務量能 那其實也都一直在議會 那跟市政府建議是不是如何去做整個 林理的調整跟劃分 那我想還是說尊重整個市府的這個規劃 那未來不論是要做調整 還是說做整病 我想還是要跟地方做適度的溝通 那讓里長的這個服務量能 不會說我大家的差異性那麼大 之前就持續有相關反應 認為應該進行林理調整 高校市民政局已經參考 其他五都的自治條例研議規劃 無論是劃分或整病 還是其他替代方案 期待透過溝通與討論 找出合適的解決方法才是重要的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討論 劃分可能會面臨哪一些困難呢 以及說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替代方案呢 首先我們想要先詢問一下 這個民政局的主密 如果想要增加一個理 或者是將比較大的理做一個劃分的話 可能會需要有哪一些的考量呢 以及說這個高雄的這個相關的自治條例 好像也已經超過了這個20年 沒有做這個調整 會覺得說有調整的必要嗎 好的 現在有關於理跟領的調整 是依照目前現行的高雄市里林編組 去調整辦法 那這個辦法大概103年有做修正 所以現在有關於 不管是真理也好 或是林的變動也好 當然是要依據這樣一個 辦法裡面的規範去做 那民政局這邊在處理 就是區內有關於林不經的問題 大概從111年之後 陸陸續續的就請公所領定方案 那提這個領的變更 領的調整 就是一個區裡面一個里裡面 大概有這樣一個情形 那有關於理的劃分 理的調整 真理也好 或是整病也好 這個當然是有一個時程在走 那民政局這邊也重視這樣一個議題 包括因為里的真理或是里的整病 涉及的層面比較廣泛 那我們現在審慎的因應的再去做一個 比較妥適的一個規劃 那目前看起來是市場上面 因為里長有四年的任期保障 所以我們大概規劃這個真理的時程上面 要配合所謂的里長的任期 那現在內部的延商的大概一個方向 大概就是今年可以完成所謂的法制化 就是把這個高雄市里林調整辦法 這個做一個濕度的一個修正 完成法制作業程序之後 然後明年度 就是跟所有的區內的里民做一個溝通 傾聽民意 我想這個是必然的 透過所謂的說明會 或是公聽會的一個形態 收集 廣泛收集民意 作為我們在這個耳後真理或是整病 這樣一個一個方向 那114年就是完成所有的方向 理真理也好或是整病也好 那里的部分當然是 持續做滾動式的在做調整 那我想在115年就是下一屆里長任期之前 希望能夠把這個法制作業程序去完備 在公告實施 一年前公告 然後在里長選舉前四個月之後 就四個月內要實施 也就是說在下一任里長選舉之前 我們就把這個方案擬定之後 就是該爭議的爭議 該減少的減少 那零的部分我剛剛有提到過了 就是持續滾動式的在做一些調整 那目前就是從這樣子一個有增零的 有減列零的 那總數已經減了95零下來了 就是說現在目前整個高雄市的零 就是17,219零 這樣一個效果 那里的部分現在合併之後 現在維持就是之前有893 因為有些眷區的眷村的有 現在整個就是890個里 目前的現況是這個樣子 那你那個主民剛剛講到的是說 103年的時候有做一個調整嘛 那就是說接下來115年這個部分 可能是會覺得說 因為選舉的關係所以做調整 那所以下一次會希望說在選舉前來調 會比較適合這樣嗎 對因為法制作業程序嘛 就是說依照地制法的規範 里長有他那個任期 有4年的一個任期嘛 那如果要增加禮或是整比禮 那當然是相關的法制作業程序完備之後 然後地方的溝通 大家已經完成之後 再有這個所謂的調整的 就是里長選舉前4個月之後 可以實施 了解 謝謝主民 那這個部分議員怎麼看呢 會覺得說其實是有這個調整的必要 還是說其實要調整 其實也是要考量很多地方 我想剛剛主民有說過 可能會到下次選舉前 就是可以整個調整完成 我想這個時間上目前看來 因為我們到距離下次選舉 大概剩兩年多的時間 看來我們這個就是 整個地方上的這個說明會 包括跟里長上的溝通 我想勢必要加緊腳步 那我想其實 比較這些比較大里的里長 其實一直在在 就是希望說可以來做一個 類似劃分或者是他的整個大里 去做重新的規劃跟調整 我想這個是有這個需求性 那只是說你在民政局在考量 不管是劃分也好 還是說整病也好 其實要考量到說整個 包括一些舊部落 舊部落的這些淋裡 淋裡上的這個情感的問題 我想因為舊部落的這些區域 我想其實在包括整個 左營大陸也好 整個左營大陸周遭的這些里 都是比較屬於算舊部落的這個型態 那我想這些里的這個 不管是整病也好 其實要跟這些里民也好 包括里長要做合適的溝通 包括整個說明會 要讓大家就是這些里民覺得說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類似整病的動作 那也是希望說可以讓整個 我們這個包括里長的這個服務的能量 可以來做適度的這個發揮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剩兩年多的時間 那也是建議這個民政局要加緊這個腳步 假設說是真的是下一屆這個選舉 要來做落實的動作的話 那我想其實這兩年多的時間 他們的不管是府內的這個作業程序 包括祖密剛剛有說過 要讓他整個法制的流程要跑完 我想必須這個速度要加快 好 謝謝議員的分享 所以其實這個不管是劃分還是不劃分 還是說其他替代方案 其實所要面臨到的問題真的是很多 而且其實里民可能也都有情感 要劃分可能也需要一些適應期 那這個部分我們想要詢問一下里長 處理長對這個部分的看法 會覺得說林里的劃分這個必要性 是不是存在 還是說可以以其他的替代方案 然後來盡量的解決改善目前的狀況呢 其實林里的劃分跟合併的問題 其實應該來講這個議題應該是討論很久了 據我了解應該是從謝長廷市長的時代之後 就一直在針對小嶺合併大嶺切割的問題來做研究 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去執行 其實來講我相信市府有市府的考量 那其實小嶺並不代表里長不認真 小嶺其實它有他們的剛苦的地方 那大嶺有大嶺的辛苦的地方 那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當初您會願意出來為這個嶺來做服務 我相信他就抱著一個願意為這個社區服務的一個心態 就像我們現在我們幾個大嶺的里長 雖然有很多的剛苦在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我們願意出來 就是因為要為這個社區服務 那當然說政府有政府的政策 我當然是會尊重 那其實來講我希望也要多方面的考量 因為服務那麼久了 李明願不願意認同你把龍水裡切割 這也是一個問題 而不是李一長願不願意 了解 其實要考慮到真的很多 那這個部分呢王立獎怎麼看呢 會覺得說有劃分的必要性嗎 還是說其實可以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 其實我超市我真的很希望能夠劃分 真的很累 真的很辛苦 對 那如果你們希望我們繼續服務的話 我們會盡量就是把各社團call進來 然後把志工弄多一點 才能夠服務到每一個需要的人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重點其實就是需要人手 其實如果不劃分 其實增加一些領長是不是也是適合的 對如果可以增加領長或者是社會福利 比如說關懷據典 他法令規定一個里只能一個站 一個站只能服務30個長輩 我們有4500個 那30個我要怎麼擠進來這30個 而且會覺得說您們里人數雖然多 但是領長是少的 對我們的領長居然是 比那個15000人的領長還要少 我們少好多 我們只有50幾個 那隔壁里他有70幾個 他才1萬多人 就是這個分配不均的差很多 所以其實雖然說王里長是希望劃分 但是其實如果有人手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對如果可以增加人手 謝謝里長的分享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等一下馬上回來